林明森有沒有解釋清楚了啦 他們攻占本來就比較弱 所以我會擔心說 因為這個是南投的中部 南投算中部的第二選區 另一個中部第二選區 我很擔心從到去年這個時候 去年一月 去年一二月也是一個中二選區的補選 投票率那還蠻熱的 但你要說也不高 不高也不能說完全低 那在補選裡面是很高 對那是補選很高 所以那一次去年的中二選區 有嗅到類似中二選區的氛圍嗎 我有嗅到一點點 相對剝奪感 所以我覺得不妙 所以我有點不祥的預感 你有不祥的預感了是不是 對所以我覺得 就是那種相對剝奪感 然後就是會讓有一些本來就是 因為最重要的是要打組織 打基層的 國民黨要這麼打 本來就在打陸戰了 因為這是林明珍擅長的 可是他相對打得太保守 然後當然也有地方人 是我過年去南投 我去看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本來是他的競爭對手尤浩 那我去看他的時候 本來就是了解一下南投的狀況 那時候他們就跟我講說 這兩邊旗鼓相當 很可怕很危險 所以他又再加上聽到地方人士 在那邊抱怨說 錢都沒開 不知道是 就是說錢都不願意花 不知道是 國民黨大概都這樣 錢都要你錢開下去 不知道是因為文宣的 還是什麼我也聽不懂 我只聽到 我有聽到地方人士 在那邊跟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聽到剛好在抱怨這一句 我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只知道說 那這樣子他不要大義喔 這樣子會大義失荊舟 再加上我有聽到他們講說 有一些他們地方的人 有去拜票的時候 有這樣 那個蔡培會也很可憐 縣長沒選上 乾脆這次立委投他好了 所以我擔心 頓點難投這麼久 真的真優秀 那邊也有一點人情的壓力 所以我擔心會有同情票的轉移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就說 那林明珍 我還跟林盧斌他們講說 你們要小心一點 真的打法不能太保守 雖然一路歪打 一路在fighting 一路在這個說明 但是你們說明的不夠清楚 要解釋的 讓選民很清楚的這狀況 所以他可能因為這個關係 他去提告了 然後用以送來指戰 指棒 那另外他的這個選戰 我不知道在最後這六七天 有沒有辦法說 扳回他原先一路苦苦落後 挨打的這個被打 我說至少在這個選舉的節奏上 是被打的這個弱勢 那要不然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會是林明珍 當地陣營碰到的一個危機 最後的階段 你現在都不能公布民調的時候 有動作其實代表有壓力 意思就是說 就像靖民說的 穩殺穩打已經不行了 一直防守可能不是辦法 這個時候有動作做宣示 就代表有壓力 但是我們不能再繳下去 因為那五十萬很貴 有動作就代表有壓力 但是再過來 那些大人物有動作 代表他們有盤算 那這個裡面 首先我先講說 賴清德對你講 如果整個南投拿下來了 那賴清德還有民進黨 大概就有一種 其實你說會開始往上走 也不是 至少擦乾眼淚 至少就開始氣勢 就吻下來了 但是對朱綠倫來本來 坦白講 朱綠倫 我現在給他外號叫做一成不變 就是因為他的支持度 永遠都一成 10% 所以一成不變 所以就算贏了 他還是一成不變 就算輸了 他也是一成不變 而且他的態度 還是一成不變 你覺得他贏了 不會變至少一成二嗎 不會不會 因為南投本來其實講實話 本來第一方上的因素 就大於他的一個操盤 而且你說輸了以後 人家一定是有一些 現在反朱綠倫 就說朱綠倫你要負責 朱綠倫就會引用 王金平的話改一下 王金平的話叫做 最強的 現在最強的 以後未必是最強的 朱綠倫就說 真招參選的 未必保證一定當選 而且還回擊了一下 侯友宜 真招參選的 未必保證一定當選 當年的時候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是一樣 可是你會看到朱綠倫的動作就有去了 事實上 賴清德是一直都有下去 那朱綠倫其實也是每個假日都有下去 因為對朱綠倫講他撿到 他跟賴清德相亭抗理 賴清德去了黨主席 朱綠倫也是黨主席 所以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國民黨有人去care過籃頭嗎 有人開始去想到籃頭的事情嗎 那些大咖有下去嗎 有那麼積極嗎 沒有 但是朱綠倫真的有去 因為他是黨主席 那現在朱綠倫講說四大諸侯都要來 四大諸侯就要來這什麼 這個叫做責任不是我一個的囉 如果責任不是我一個的 其實這幾個諸侯有沒有去 這是關鍵 譬如說以前選中和選區的時候 盧秀燕有沒有立庭 盧秀燕那時候有沒有坐在旁邊 大家都會討論 那表示說大事不是很妙嗎 所以四大諸侯為什麼朱綠倫要點名四大諸侯 就是說我盡力了 你們不要跟我囉嗦 話先說在前面 對 你們盡的力有我多嗎 所以朱綠倫其實是有些佈局的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朱綠倫知道了 朱綠倫知道了